109集 程鑫和AA沉默了许久 太阳系完全消失了 他们对母亲世界仅有的一点寄托 原来也不复存在 但是随即 观一番就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安危 从三位世界和一瓶一样东西 检测到二位太阳系的存在 但也仅此一样 那就是引力 二位太阳系的万有引力 仍作用于三位世界 所以 那片空荡荡的太空中 应该存在着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引力源 程鑫和AA若有所思的对视着 有些熟悉 是不是 这让人想到暗无知 观一番笑着转移了话题 还是谈谈你们来附的约会吧 你知道云天明吗 AA问观一番 不知道 三体舰队呢 诚心又吻 也知道的不多 三体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可能从来就没会合 六十多年前 金牛座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很惨烈 残骸形成了一片新的尘埃云 我们可以肯定 其中的一方就是三体第二舰队 但不知另一方是谁 战役的结果也不清楚 那第一舰队呢 诚心关切地问 双眸在星光中闪亮 不知道 没有任何消息 你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这儿不安全 跟我走 去我们的世界吧 那里的拖荒时代已经结束 生活开始好起来了 我同意 AA说着 就挽住了诚心的胳膊 我们跟他走吧 你就是在这待一辈子 最大的可能也是什么都等不到 生活总不能全是等待吧 诚心 默默地点点头 他知道 自己追逐的是一个梦 三个人决定 在蓝星再待一天 就启航 离开这里 关一帆 有一艘小型飞船 停泊在蓝星的同步轨道上 飞船很小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序列编号 但关一帆 把它叫亨特号 说是为了纪念 四百多年前 万优引力号上的 一个朋友 亨特号上 没有生态循环系统 如果长期航行 成员只能冬眠 亨特号的体积 虽然只有星环号的 几十分之一 却也是一艘 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 他们决定离开时 管一帆也成兴还好 让亨特号 无人驾驶航行 就可以了 成兴和AA 都没有问航线的情况 甚至 关于航行时间的问题 管一帆 也都避而不挡 可见 对于人类世界的位置 它是极其谨慎的 这一天 三个人在星环号附近 做短途旅行 对于成兴 AA 和已经消失的 太阳系人类来说 这意味着许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航行到太阳系外的 恒星系 第一次踏上太阳系外的行星 第一次进入一个太阳系之外的 有生命的世界 与地球相比 蓝星上的生态系统 十分简单 除了蓝色的 可以自行迁徙的植物之外 海洋中 还有种类不多的鱼类 陆地上 没有高等动物 只有简单的 小昆虫 很像是简化版的地球 这个世界里 可以生长地球的植物 所以 即使不借助任何技术 地球人类 也能在这个世界里 生存下来 观一帆 进入星环号之后 对这艘精致的恒星际飞船 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他说 对于他们银河系人类来说 太阳系人类的一样东西 是继承不了 也学不会的 那就是 生活的品味 他在那几个优美的小庭院中 留恋了许久 沉迷于地球全息影像的 红围景观中 这时 他仍是那种 若有所思的样子 但眼睛 却有些湿润 在这段时间里 爱AA 总是在一旁 含情默默地 看着观一帆 这一天 他们之间的关系 有了 微妙的进展 在旅行中 AA 总是设法 与观一帆接近 当后者说话时 他总是全身贯注地倾听 还不时地微笑 点头 以前 他从未在任何男人面前 有过这种表现 在于成心结识后的 这几个世纪里 AA 有过无数的情人 而且 经常同时 有两个以上 这是新时代 正常的生活状态 但成心知道 AA 从来没有真正地 爱过一个男性 现在 他显然爱上了这个 来自威慑纪元的 宇宙学家 对此 成心感到很欣慰 到了新世界之后 AA 应该有一个美好的 新生活了 对于自己 成心知道 自己在精神上 已经死了 能让他的精神 继续活下去的 唯一的希望 是云天明 现在 这个希望 成了泡影 其实 在286光年之外 四个世纪之后的 一个约会 本来就是泡影 在肉体上 他当然会活下去 但那仅仅 是尽责任 避免残存的 地球文明的人口数量 减半的责任而已 蓝星的夜 又降临了 他们决定 第二天天亮时 启航 午夜时分 在新环号上 熟睡的官一帆 被左外上通信器的 鸣叫声 进行了 那是来自 同步轨道上的 亨特号的呼叫 亨特号 转发了 监视卫星的信号 考察队留下了 三颗 小型监视卫星 其中 一号和二号卫星 布设在 蓝星轨道上 三号则围绕 本星系的 另一颗行星 灰星运行 这条信息 就来自 三号卫星 35分钟前 有来历不明的 宇宙飞行器 在灰星表面降落 这是一支 飞行器编队 一共有五架 仅仅十二分钟后 这些飞行器 就同时 从灰星表面起飞 并很快消失了 甚至没有观察到 它们进入行星轨道 卫星也许是受到了 强烈的干扰 只传回了 模糊不清的图像 观一帆所在的 这支考察队的任务 就是寻找 并研究 外星文明 在这个星系 留下的踪迹 收到监视 卫星的信息后 他立刻决定 程亨特号 前往灰星探查 程鑫 强烈要求 同他一起去 观一帆一开始 是坚决拒绝的 但听到 AA的一句话后 就同意了 让他去吧 他肯定想知道 这是不是跟云天明有关 林行寝 观一帆反复盯住AA 除非出现紧急情况 否则一定不要 与亨特号通信联系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外来的东西 藏在这个星系中 通信会暴露行踪 在这仅有三个人的 孤寂世界中 即便短暂的分别 也是一件 让人激动的事 AA与程鑫和观一帆 拥抱道别 祝他们平安 在灯上穿梭机前 程鑫回头望了一眼 AA就站在 如水的星光中 向他们挥着手 大片的蓝色的草 从他的周围涌过 寒风吹起他的短发 也在移动的草地上 积起了 道道波纹 中国史诗科幻 三条正在播出 刘子新援助 清雪制播 企鹅FM出品 穿梭机起飞了 在监视画面中 成心看到 大片的草地 被推进气的火焰 照亮 我光中的蓝草 自散惊涛 随着穿梭机的上升 地面被照亮的区域 很快就暗了下去 随后 已经远离的大地 也再次沉浸在了 星光之中 一个小时后 穿梭机在同步轨道上 与亨特号对接 这艘小型飞船的外形 是四面体 像是一座小金字塔 内部很狭窄 没有任何装饰物 供四人使用的冬眠舱 占去了大部分的空间 与星环号一样 亨特号 也是曲率驱动 和聚变发动机的 双动力配置 在行星际航行时 只能使用 聚变发动机 因为 曲率引擎刚一启动 就会使飞船 越过目标行星 根本来不及减速 聚变发动机启动后 亨特号脱离了蓝星轨道 飞向灰星 后者现在还只是一个亮点 为了照顾成心 关一帆最初只把加速过载 限制在了1.5G左右 但成心劝他不用顾虑 尽可能快一些 于是 关一帆就提高了加速 推进气的蓝色火焰 加长了一倍 火载达到了三级 在这样的超重下 他们只能深陷在加速座椅中 动弹不得 关一帆切换到全景现实 飞船就从他们周围 完全隐去了 他们悬浮在了太空中 目送着蓝星渐渐远离 这时 成心感到 三级的重力 是来自蓝星的 这重力 使太空有了上下的方向感 他们正朝上方的银河飞去 三级的超重 对说话的影响不大 所以 他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 成心问关一帆 为什么冬眠了这么长时间 关一帆告诉成心 在寻找可定居世界的航行中 他不用执勤 就一直冬眠着 而在两件发现了可定居的一号世界后 主要的生活就是拓荒和建设 顶居点 就像是一个农业时代的小村镇 这时 没有开展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条件 新世界政府就通过了一项决议 让所有的基础科学家冬眠 直到有条件开展基础研究时 在苏醒 万有引力号上的基础科学家 只有他一个人 但蓝色空间号上 有七名学者 在这些冬眠者中 他是最晚苏醒的 苏醒时 距离两件到达一号世界 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世纪了 然后 关一帆便开始为诚心介绍 人类世界的情况 诚心听得很如迷 但他注意到 关一帆谈到了一号 二号和四号世界 却从未提起过三号世界 我没有去过三号世界 没有人去过那里 或者说 去过的人 都不可能从哪里回来 因为那个世界 在光幕中 光幕 是的 意思就是光的坟墓 是由光速飞船的轨迹 产生的低光速黑洞 三号世界 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洞 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件 使他们认为 自己世界的坐标已经暴露 所以只能这么做 我们管这种黑洞 叫黑玉 这个名字更贴切一些 其实 三号世界的人 把它叫光幕 为幕的那个幕 后来 是外面的人 把它改叫光幕了 因为大家把那里 看作是坟墓 不过 人格有志 对三号世界的人来说 那里 就是安乐的天堂 不知道他们现在 是不是还这么看 光幕建成之后 那个世界 就再也无法传递出 任何信息了 但我想 那里的人 应该过得很好 因为对某一部分人来说 安全 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诚心又问 关一番 新世界 是什么时候 制造出 光速飞船的 得到的回答是 一个世纪前 如此看来 云天明的情报 是太阳系人类 对银河系人类 取得了近两个世纪的优势 即使考虑到 新世界的拓荒时间 也至少提前了 一个世纪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诚心谈到云天明时 关一番说 可是 太阳系文明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三十五年 生死攸关的那三十五年 被耽误了 可能正是被诚心 自己给耽误的 现在一想到这些 诚心的心 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只有死后的麻木 对人类来说 光速航行是个里程碑 这可以看成是第三次启蒙运动 第三次文艺复兴 因为光速航行 使人的思想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也就改变了文明和文化 是啊 进入光速的那一刻 我也变了 想到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 跨越时空 在空间上 到达宇宙的边缘 在时间上 到达宇宙的末日 以前那些只停留在 哲学层面上的东西 都突然变得很现实 很具体了 是的 比如宇宙的终结 宇宙的墓地 这些以前很哲学 很空灵的东西 现在每一个俗人 都不得不考虑了 在你们那里 有人想过 到宇宙末日去吗 当然有 现在 新世界已经发出了 五艘终极飞船 终极飞船 也有人叫它 末日飞船 那些光速飞船 没有目的地 只是把趋率引擎 开到最大功率 疯狂加速 无限接近光速 目的 就是用相对论效应 跨越时间 直达宇宙末日 据他们计算 十年内 就可以跨越五百亿年 按照这种算法 以他们的参照器来看 他们现在就应该 已经到末日了 其实 并不需要有意识地 做这件事 比如在飞船 加速到光速后 趋率引擎 出现无法修复的故障 使飞船不能减速 你也可能 在有生之年 到达宇宙的末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